嗨 哈囉 你這個敲什麼啦 我進不去啊 你進不去啊 你幹嘛這樣 很危險 警方互報 上半大樓爆發衝突 只見黑衣男拿著一把斧頭 就往大門狂敲 情緒激動 還不肯配合 我就進不去啊 我要解救我員工 兩個人被拘禁 你們趕快讓他開門 我離開 被拘禁 你東西先給我啦 只見他著急大喊 要援緊開門救人 手持斧頭揮啊揮 就怕一不小心砍到人 警方趕緊安撫他的情緒 你幹嘛這樣7號 要被馬監禁啊 我要救人啊 事發在7號上午11點 台北旅館商業同業工會 鬧視的還是前理事長韋建華 警方到場他還回頭出腳踹門 什麼事情 火氣這麼大 原來是因為這件事 工會前理事長韋建華 去年5月被社會局免職 依法成立整理小組接管 他被指控阻礙交接 還拿斧頭破門鬧事 整理小組提告韋建華 妨害自由揮損罪 我叫韋先生就不用打來的 百一十一年的5月16號 即一商業團體法策擬 第十六屆理事長的職務 命工會限期整理 台北旅館商業同業工會 每位會員代表一間旅館 全身時期會員超過一千人 外加國內疫情趨緩旅遊業復蘇 雙方爭議不斷 只能交由 司法釐清 記者中神梁 陸宇欣 資本報導 凱仁的兇手就是畫面上 這名二十歲的陳姓男子 犯案之後不到半小時 就自省投案 向警方解釋凱仁的原因 原來不是隨機攻擊 也不是兩人起口角而砍仁 聽了解犯嫌兩個月前 與被害人有行車的糾紛 近日雙方在羅門路偶遇 犯嫌碎遲刀會向被害人 嫌犯共稱原來兩個月之前 他和被砍的二十九歲 黃姓男子在台北市環河北路 發生過一起行車糾紛 而昨晚他到三重找朋友 在街頭巧遇黃男一眼認出對方 分而拿刀朝黃男左手臂 左大腿揮砍 導致黃男右胸左大腿撕裂傷 嫌犯案之後又自覺逃不掉 馬上騎車到派出所自首 不過警方對陳男的說辭是存疑的 因為查出陳男住在宜蘭 黃男住在盧州 時隔兩個月居然在三重巧遇 感覺不太合理 警方將等黃男傷勢穩定之後 再進一步調查釐清 陳男則是依照殺人未遂罪嫌 暫時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再把時間交換棚內 原警拿塑膠袋小心翼翼 把手上這把開山刀包起來 社區地下廳車廠驚傳遲到戶砍 鬧時雙方滿身嗜血 經濟送一包紮 車門要送哪裡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可能要送雅州嗎 10號深夜11點 新北新莊一處高級社區 雖然地下室外頭有警衛助手 隱姓嫌犯卻跟在住戶後頭 闖進地下廳車廠 跟陳新住戶爆發口叫 我也不去 我是上白天的 你們這邊24小時都會有人顧 對對對 原來陳新隱姓嫌犯 都是主聯邦月堂成員 陳新嫌犯日前嘲諷 對方混得還不錯 但還不是個咖 隱姓嫌犯認為面子掛不住 持刀闖入大樓揮砍 反被陳嫌奪到反擊 兩人被一傷害 殺人未遂罪送辦 因日前發生口角糾紛 以前遂前往找陳男談判 隱姓禁辭開山刀攻擊 是雙方身上有多處刀傷 陳新嫌犯疑思開建設公司 涉及土房利益 涉嫌恐嚇廠商早就被警方盯上 這回和朋友鬧翻互看 是否涉及其他糾紛 警方還要查 記者中山梁 陸宇欣 相關報導 4月8號凌晨2點多 開到醫院門口的休旅車 丟出一名男子 接著油門一踩 加速逃逸 嚇得目擊民眾趕快通知警衛 男子沒有呼吸心跳 全身嗜血 暗夜遭到槍殺 死者是27歲的徐姓男子 對外自稱是地方角頭 嬰兒衝的肝外申 家人拿出案發前的關鍵錄音檔 懷疑徐姓男子是遭人 涉及殺害 錄音內容強調 嬰兒衝成了導火線 激怒徐姓男子開車 從桃園南下拼書營 家人懷疑背後有幕後指使者 去年六月已經買下伏筆 去年六月徐姓死者遭人打傷 頭破血流縫了上百針 徐姓死者後來 來去兇嫌家爐走 他的小弟人放了 林姓兇嫌氣炸網路嗆瞎 薪酬舊恨 引發殺機 他知道我兒子是年輕 他的脾氣很大 他現在又把他刺 本來有人在哪裡疼 你如果不下來 我就要去找你家人 他也明知道你會這樣生氣 所以你自己要重置 我沒給你頭 目前涉害兩名嫌犯 已經被法官羈押 但家屬懷疑嫌犯到案 沒有說實話 還有幕後指使者 警方也正深入追查 其他共犯 是不是有家屬口中的教唆者 也得一一追查 接下來觀賞侯婦人林智慧 看那報導